邱峰瑶 动算 邱峰瑶 动算 风瑶 风瑶 邱峰瑶 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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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T投家开奖造势活动 在中和前国管院中政堂举行 新北市议员也同时是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邱峰瑶 号召相亲聚集 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和自己拉台绅士 国民党中和区党部主委 邱锤毅就指出 地方相亲向来支持国民党 呼吁大家要团结 这一次一定要大赢十万票以上 拿回执政权 关我们这些人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所有的人 大家一起团结 来创造一个历史性的 我们这次我们要大赢十万票以上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念望 共同的取取 活动中首度发表挺韩新歌陪你一起走 号召千军万马来聚首 大家不离不弃守候 在风雨中的十字路口 一起向前走 挺韩五虎将文山伯就说 中和是韩国瑜的故乡 感谢在地乡亲 长久以来对韩国瑜的支持 这一次一定要以行动将韩国瑜送到总统府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明年下架蔡英文这个政府 下架蔡英文这个政府 不能靠光靠嘴巴 不能靠文山伯这支嘴 要靠大家用一双脚 用一只手 双脚努力跑 用这只手把票吹出来 全传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亲爱的嘉峰姐 来大协调啦 韩国瑜的太太李嘉峰 也以中和的媳妇首度回到故乡站台 她说刚嫁到中和的时候 就是居住在华安街举光路一带 韩国瑜从担任议员立委 这一路走来受到过很多乡亲的帮忙 再度回来倍感亲切 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一路走来 受到很多乡亲的照顾 当然还有国瑜自己很重要的 瘦德新村 刚才也见到瘦德新村的里长 那真的看到他 我就说真的还是记忆游戏 谢谢我们在这里这么多这么多 永远谢不完的好朋友 好邻居好长辈 李嘉峰进一步指出 她看着邱风瑶从小到大 这几年经过议员从政的历练 年轻有为充满干劲 一旦当选立委是地方之福 风瑶从议员开始就开始接受磨练 我相信她在地方上 她在地方各个阶层 包括我刚刚都听到我们大嫂还在提 她不管对于各行各业的 尤其我们现在很多的 中和是新北最多有新著名地区的 风瑶从十几年前就非常努力的帮助他们 我相信她这么细腻的个性 一定可以为我们中和地区 我们所有的乡亲 一定可以争取最好的建设 最好的福利 在各界力挺下 邱风瑶也恳请大家 要一票拉一票 支持韩国瑜 支持邱风瑶 为中和为台湾而努力 拜托大家回去帮我们韩国瑜拉票好不好 好 第二件事情 拜托大家 票票入贵 投给中国国民党 投给韩国瑜 投给立法委员好不好 好 第三件事情 拜托大家 最后的关键 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支持国民党 支持韩国瑜 支持国会过半 立法委员林德福也在现场开奖造势 邀请乡亲 一起为林德福 邱风瑶加油 支持韩国瑜 拿回支撑权 我们一定要让庶民投投 韩国瑜当选好不好 好 他当选以后 立法院一定要过半 所以说中和邱风瑶 我们大家要全部的 力挺支持 好不好 好 中和一家亲 德福也要拜托大家 我们一定要立法院过半 然后让韩国瑜 庶民总统 能够大选 来照顾我们所有 中华民国 全体 台湾的人民 总统立委大选胜不到百日 李嘉芬代夫出征 巩固全国最大票仓 也是韩国瑜的故乡 新北市 最后现场是合唱 勘君的手 也希望可以手牵手 力挺国民党 赢回执政权 再创台湾假机 记者战予勋 卢秀娟 新北常报道 阿妩